超无聊的 这个方程式我最喜欢了 终于,可以走了 谢您谢弟下课了 终于到家了 今天真辛苦,可以休息一下了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女士们,想玩个游戏吗? 好啊,听起来不错哦 你不会后悔的 按下按钮开始吧 我们来按吧 怎么回事啊 这是哪里啊 等等,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的计划成功了,快出来吧 找到了,等一下是太阳台前 哇,它怎么做到的 还有东西要给你们啊 我猜你们会喜欢的 肯定能点亮你们的人生 什么? 这是在开文章吗? 这个要用来干嘛 好好思考一下吧,Luna 这就是为什么你考试快不及格了 哇,你看 没想到会拿到这一个 灰尘还真多 哼,先赶快雷擦一下啊 也许会有精灵跑出来 什么? 有人叫我吗? 哈喽 凡人 啊,你在这啊? 什么? 他有一个精灵 我却只有这根纯火柴 你干嘛吐舌头啊 你不认识我吗? 你是认真的吗? 那现在呢? 啊? 原来如此,我懂了 可是爱因斯坦 你不该让我许一个月吗? 啊,我是个天才 不是个精灵 不过我有个实验给你啊 啊,还真辛苦 那嘛,你好好玩啊 不,爱因斯坦 回来啊 还以为我们可以共进晚餐呢 拜拜 我注定一辈子孤身寡人了 至少他给了我一个礼物 不算是特别浪漫的一餐 先把汽水倒进碗里 应该够了 然后拿一根香蕉过来 把其中一端插进汽水中 真不敢相信 我得做这个实验 看来要把灯泡也放进碗里 感觉好蠢啊 等等 那我看到吗? 爱因斯坦 你又成功了 可是,我要这个火柴干嘛 所有东西都非要我来解释吗? 把它点燃吧 啊,就这么简单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好像坏掉了 我得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了 我显然不是个好老师 你要摩擦其他的东西 才能点燃啦 啊,我懂了 这个我没问题 不行,还是没东西 好啊,火柴 你要玩针对是吧 快给我点燃吧 你真的让我超生气的 点燃啦 而且是用意念 我真是个超级英雄啊 呃,这怎么可能啊 真是太神奇了 我的小脖子真是帅啊 啊,做得好罗娜 很厉害嘛 真为你感到骄傲 那么这边呢 看来你已经和爱因斯坦碰面了 嗯,得选出个优胜者才行 突然觉得很慷慨 就让你们俩都赢吧 几个掌吧 啊,我有个好主意了 这一次用数字来试试看好了 好啊,不用给我掌声了 数学,还以为我们是来玩游戏的呢 也不清楚我们到底要干嘛 我在欣赏自己 你别破坏气氛好不好 呃,太真没礼貌,对不对 让我想想看 肯定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 哦,这个可能会有用哦 看数学课本肯定不会错 也许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嗯,来看看吧 不行,这个不行 我没有田地,也没有牛 我就是需要这一个 就知道这本书可以帮忙 来把我的笔拿出来 可以来画了 先画数字一和二 三和四,可以画在这边 然后要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画一些额外的线条 和一个大圈圈 最后几笔了 一只可爱的大象画好了 而且是用数字画的 没什么是数学解决不了的 我真是骄傲 啊,好啊,随便啦 等一下,这就是你的好主意哦 我肯定能赢你 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先画两个小土圆形 然后在它们的下面再画两个 最后在页面下方再画两个更大的 接着就要发挥创意咯 接下来要把脚画好 它是作者的姿势 哦,可别忘了耳朵 好多了 接着要在眼睛上加点细节 这样成品会看起来很不一样 要在长鼻子上加些线条 一定会很可爱的 而且越来越像大象咯 加上一些指甲 还有一条弯弯的尾巴 可以来上色咯 眼睛要用黑色 我可不想现在把事情搞砸 灰色用来画身体刚刚好 好了,画好了 看起来真棒 这才叫大象嘛 哦,还真的挺棒的 不过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嘿,我们画好了 画好了吗? 哇哦,真的超可爱的 画得很好,Luna 可是,数字跑哪儿去了? 等等 什么? 我以为我们是要画大象呢 那么,优胜者就很明显了 恭喜了 谢谢 我想谢谢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和我家狗狗Robert 希望你们准备好 开始下一个回合了 等等 你有听到吗 我的肚子在皱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 该来点食物了 正希望他会这么说 食物在哪儿? 可以帮帮忙吗? 呃,好吧 拿去吧 你们最好珍惜一点 哇,看看这些食物 好多选择啊 我要巧克力 和香蕉 你有没有礼貌啊,小姑娘 那么,我就拿这些吧 要这样玩,是吧? 好吧 那这个我要了 慢着点 你弄坏了啦 哇,都是你的错啦 现在该怎么办呢? 等等,我想到办法了 先把巧克力弄成小块 然后放在坦坦乐上面 要完全盖住才行 接着要把它们融化 让它们填满洞洞 然后把弄坏的小棍子拿出来 插在巧克力中间 看起来像棒棒糖一样 现在要等巧克力凝固 嗯,我的口水直流 把它们从坦坦乐拿出来 哦,又小又可爱 不过一定很好吃 嘴巴里就好像在开趴一样 哇,真的很聪明呢 我要用这张玉米饼 先摊平放在桌子上 然后拿点巧克力过来 要把巧克力当成抹酱 然后把香蕉放在上面 接着把玉米饼卷起来 不过,还没做完哦 要涂上融化的棉花糖 即撒上一些椰子粉 接着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又像甜的寿司一样 在上面淋上巧克力酱 嗯,看起来太好吃了 不,选我的作品吧 你知道我的作品比较好 你们两个看起来都很美味 等不及来吃吃看了 哇哦,看看那个 真是难选 不过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你们平手 耶,我成功了 哈,书旁哪儿去了 主持节目还真让人进场露露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哦耶,还真不错地说 看起来,闻起来都很棒 下一个挑战来了 这是一份超难的考试 考试?可是我又没有温习 还好,我有带电话 呃,那是你一厢请愿 可是,可是 哼,汉在学校一样 不过,规则就是规则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咯 你看这个 我的手机上有一张铅笔的照片 把它放大 然后放在我的铅笔袋里 看起来如假似真的 他一定不会知道的 现在可以来做考试咯 而且这些彩色铅笔 会帮我合格通过哦 嗯,还真的不会做呢 能作弊考试就简单多咯 听起来不是个坏主意 真不敢相信我要这么做 我要把手机藏在花盆里 认真嘛 我还有很多花招呢 不,不行 简直看不下去了 我不会放弃的 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拜托你住手吧 我受不了了啦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等等 我知道了 这一定行得通的 不过,我需要一本笔记本 哦,抽屉里刚好有一本 真是方便 动作得快一点 把笔记本打开 然后把手机放在页面上 接着用纸把它包起来 让它融入背景中 得偷偷摸摸才行 假如把手机翻过来 它就会消失了 好像变魔术一样 嗯,假装没事一样 它什么也不会怀疑的 把笔放下 时间到了 我有一个不错的预感哦 来看看你们考得怎么样 哇哦,真是想不到啊,Luna 还以为你会觉得很难呢 哎,我尽力了 不过时间不够用 我考试从来没有不及格过呢 凡事都我第一次嘛 不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分出胜负了 Luna赢了 我比你聪明 做得好,Luna 画得不错哦,Chris 那我的呢 看到我的画了吗 不是这个 这两只也不对 绿色的你拿走吧 也不是紫色的笔 骗到你了吧 原来只都在你眼前哦 哇哦 真是聪明啊,Luna 这给了我一个主意 老师,你看这个 哦,又来了 我们在哪啊 我们应该来场画画比赛 认真吗 是不是教室呢 嗯 不过应该会很好玩 来转转盘吧 让我转 我是客人嘛 是我的主意 放手啦 要不然 住手啦 你会弄坏的 哦 你看 看来我们要换玫瑰花了 那是什么 小姐们 我有一朵美丽的玫瑰 要给一位美丽的小姐 很尴尬 美女真是养眼 哥 我喜欢你 那我们开始挑战吧 终于 我的天哪 控制一下好不好 我肯定很难占心 我眼前 根本就有一件 艺术品了 常常有人这么说 那小胡子也太性感了 认真吗 嘿 呦吼 记得我们在比赛吗 对哦 你说的对 这看起来不太像玫瑰 除非 我知道了 在爱情中间 加些三角形 就会看起来像花瓣 现在把整朵玫瑰画出来 看起来很不错哦 来画叶子吧 当然还有玫瑰的金 画好了 效果很棒呢 不错嘛 我的也好了 简简单单 你觉得如何 喜欢吗 真是美丽 你赢了 耶 我就知道 奖品是什么 是你吗 我也好好保存的 闻起来真香 它会选你一点也不意外 你是嫉妒我吧 等不及上美术课了 好啊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来换猫 看它的脸多可爱 开始吧 挺难画的呢 尾巴在这边 哇哦 有够难看的 画好了 有点赶 所以不是特别的好 什么 真不敢相信 真是倒霉的一天耶 那个给我 不过你记得了 嗯 我有办法了 应该可以哦 用橡皮筋绑好彩色笔 然后另一头也绑一只 这样就可以在笔记本上 描出猫咪咯 可以呢 只要跟着线条画 就可以画出一模一样的图案了 哇哦 看起来很棒呢 太好了 我有经验到哦 雀柔 谢谢 天生的 怎么就逼啊 总是画得这么好 Luna A家 继续加油 谢谢 哦不 还在印 停啊 什么 这边没东西哦 真讨厌美术课 知道现在该画什么 等一下 这次该我转了 会停在哪呢 哦 是小鸟呢 真是可爱 好哦 开始画吧 好啦 好啦 我的水彩没有画得很好 不过我尽力就是 要想象自己 置身大自然中 这就是秘诀 这个红色很完美 哦不 完蛋了 现在更糟了 呃 看看我的手 是你逼我的 看我破坏你的画 不 你看看你弄的 是你先乱动我的画 你看 这是我的错吗 呃 不是 等一下 你搞的破坏 反而给了我一个主意哦 应该可以哦 在这边画些黑色 然后画上嘴巴 还有脚 看得出来是小鸟了吧 好了 可爱的小小鸟 感谢你帮忙哦 你作弊耶 不过我好喜欢哦 我的不怎么样 让我看看 如果你坚持的话 赢家很明显了 耶 哦 小家伙你好 感觉好像卡通中的公主一样 哇 我可以摸一下吗 不行 别碰 去摸你自己的 真是自以为是 你好梦幻哦 嘿 露娜 你看起来很美耶 真是尴尬 他们超烦的 真是够了 你们俩每天都这样 哦 冷静点啦 嗯 我有办法了 我知道怎么和Kevin讲话 但不会烦到Chero了 首先要拿胶带 贴在笔记本上 可以咯 然后拿一块海绵 剪下一小块 像这样 接着 在海绵上挤一点胶水 一点点就好 然后把海绵黏在笔上 现在写下给Kevin的讯息 好了 嘿 传给Kevin 给你的 拿着 太好了 得赶快回复才行 这有好一点吗 我要告诉老师了 老师 还给我 赶快把讯息擦掉 等不及今晚的约会了 给我拿来 老师 你看这个 有现吗Chero 他们在全纸条 你看 可是 刚刚配的 别浪费我的时间啦 Chero 刚刚明明有讯息 我有看到的啊 不 我的考卷 肯定不合格了 不 今晚见啦 何不及待啊 这个森林 有太多树了 现在几点了 天哪 看一下哦 大家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 好了 要开始上课了 咳咳 这边有圆规给大家用 大家要画一个圆圈 看黑板上一样 好啊 大家上来拿圆规 然后开始画吧 很烦耶 真不敢相信 上个课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每位同学都拿一个 然后照着我的画作 嘿等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 搞什么鬼啊 他又睡着了 那我该怎么戴啊 很糟糕耶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该怎么画圈啊 唯一能用的工具是这把尺 我不懂 这东西也怎么用啊 这蠢东西根本没用 我根本画不出圆圈 搞什么啊 这明明有圆规 却不会用 很讨厌耶 这东西怎么那么难用啊 我烦死了 哇 他也不会用呢 嘿 我知道怎么办了 打开它 然后这样画 搞定 好哦 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把尺 也许我可以用它描一圈 嗯 不行 根本是不同 要不然 不要用尺 直接画好了 不行啦 拜托 吃啊吃 我需要你帮忙 啊 我好像有办法了 让我在这把尺上 每两英寸 做一个标记 整把尺都要 好 然后要在这些标记上打洞 完美 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咯 把尺放平 然后把铅笔插入中间的洞 然后轻轻转一下 跳到手臂另外一边 然后继续画 好了 完成形都通了 我的天哪 你跨出完美的原型啊 等一下 你把圆龟拿来了 有道理 好无聊哦 我需要密一下 哦等等 我还在救世呢 时间到了 考卷交出来吧 哦 我还没有做完啦 肯定会被荡掉 看来 游玩满江红了 是的是的 随便了 来吧 快点交吧 好极了 现在要来改考卷了 根本连眼睛都睁不开 不改了啦 这个好玩多了 哦 好饿哦 我知道了 可以叫点东西吃 嗨 我想叫食物 哇 这外送也太快了吧 嗯 真是一顿大餐呢 而且全都是我的 还要 我还要 我的天哪 太好吃了 吃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又油腻又脏乱 我超爱的 啊 实在太美味了 不妙 我得清理一下才行 或许他们不会注意到 哦 我知道怎么办了 先把笔记本的一部分剪下来 然后把热绒枪拿出来 挤一点胶水到笔记本上 然后贴一张绿色的布枝布 贴好贴平 才不会有皱褶 然后加上白色和红色的布枝布 不过还没做完呢 还要贴上一些黑点点 贴成一个弧形 看起来超棒的 好了 西瓜笔记本 比平常的笔记本好玩多了 闻起来好像有汉堡的味道 好了 同学们 大家注意 你们的考卷改好了 惨不忍睹 Alex 拿去吧 呃 好的 同学们 让我看看这个观点应该没错 爷爷 你觉得我画得怎么样啊 很棒啊 颜色用得真好 哦 这里好多颜色啊 我会需要的 哦 你不需要画笔吗 你在那边干什么啊 画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呃 还不错啦 我还没有弄完呢 现在要拿这片塑胶板慢慢往下啦 呜呜 看这颜色 你再看看现在如何啊 我的天哪 这 这 哇 这很棒呢 爷爷 我好喜欢哦 好哦 胶带准备好了 只端贴在这边 可以开始画了 哦 比我想象中难呢 嗯 现在应该需要这个颜色 小心 别把这条线弄乱了 这看起来实在糟透了 嘿 等等 爷爷那边有胶带 我拿 爷爷这个借我一下 好 哦 现在拿一段胶带 然后把彩色笔放上面排好 然后把胶带折过来固定这些笔 耶 这肯定型的通 而且会很棒的 现在可以把彩虹画好了 yes 可以呢 我真是个天才 哦 画得真好 如果我们用更多彩色笔呢 哦 超多的 来看看我们能够画什么样的彩虹 你确定这安全吗 孙子啊 艺术从来就没有安全的 好啦 来看看成果吧 谁规定彩虹一定要是拱形的呢 让我从这边开始 然后拉到这边 现在一直拉到纸的另一边 最后回到开始的地方 哇 好了 看看我的结束吧 看起来像是一只鸟呢 哇 快好了 嘿 等到结束好吗 现在别动 你的眼睛没对称 嗯 肯定没有 好了 别想这样 一点也不像我 你要害我心情不好啊 拿来给我 好 你要做什么 换你自偿苦果 准备好 一颗大头 眼秃 牙歪 哦 哦 耶 你开玩笑吗 我才没那么丑耶 放手 要吗 动手吧 马克比 哇 打开 打开 哇 这很耐操耶 我的点子好多了 你看 谁放兔子进来 哦 你怎么做的啊 小心野狼 小家伙 啊 然后 我们主秀上场 太厉害了 你好有天分哦 呦呼 嘿 等等 我只用手讲话啊 等等 我有更好的主意 眼睛现在适应了 我能把小狗影子放到纸上 只要填空就行 看出这是什么没 当然是人类的挚友 这只小狗现在只缺点色彩了 哦 我的最佳作品 你不会助手的 哦 没电了吗 来看看 灵感是手指小狗 天才 我怎么没想到 你会爱这个的 可爱哦 兔子 好 也启发了这个 只多一两只手指就行 你何不拿去 谢啦 哦 又来 至少我有点心 很好 卖画 快来买新的画作 只限今天 天啊 不了 谢谢 有没有人要 有陌生人 救命啊 攻击啊 冷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人要买我的画 爷爷 你为什么在垃圾桶里啊 你拿垃圾干什么啊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算了 你看清楚了哦 先把锅盖放在纸上 然后用喷漆对着纸喷 整张都要喷满 喷到盖子上也没有问题 然后左下角喷白色 整个角都喷满 接着拿一个塑胶带出来 用胶带轻轻拍白色的部分 就会把白色擦掉一点 好了 然后喷一些白色的小板点 现在把锅盖拿起来 大功告成了 哇 爷爷 这实在太美了 而且真不敢相信 创作过程原来这么简单 来 送给你吧 我要拿幅画 钱通通拿去 换你上 我做艺术的 做数学不行 就你会读吗 数学 我知 开你的 什么 我也有 听着 我们要算这些 让我来 是你吗 顺着来啦 我再听 开了吗 喂 一定要这么大声吗 好啦 好 了解了没 我自己来算 用点艺术魔法 把一变成长颈鹿 好可爱 二呢 当然是天鹅 可是三 长成美丽的蝴蝶 然后四 有点鱼味 蛮有创意的吧 这是我喜欢的数学种类 你真有创意 Kevin 这里不需要我了 你不想解我的吗 艺术家永不收纸 看着学 嘿 小海马 想跟小松鼠交朋友 他是你邻居咯 至于七 我们回到海里 最后同等重要的 可爱的小熊 走好了 我真厉害耶 你不觉得我 有人累了 起床 都好了 还用说 干得好 你是创意冠军 现代必卡索 小小 你突然有些艺术灵感 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吗 别担心 我们有些实用的小技巧 让你把普通的点子 变成艺术杰作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吧 我暗恋的人 让我突然有些灵感 希望他会喜欢这个 姑且一试吧 你好啊 好啊 他给了我什么 这个爱情我懂啊 心跳得超快的 让我想想看啊 我的书 抱歉 让我帮你捡起来 好软啊 我的书 哦 对啊 嗯 嗯 谢谢 我好像恋爱了 等等 再看一眼 没错 这家伙真是与众不同 啊 哦 可以画这个 我最难忘的 就是我们出自对眼的那一瞬间 男画的部分画好了 不错 哇 我记得 真是个小甜心 爱你哦 宝贝 嘿 喜欢我的新夹克吗 我在剪价时买的 打五折呢 很棒吧 对呀 很漂亮 不过 你看看我的新夹克吧 你觉得我的新手机壳怎么样 亮粉是去年流行的啦 我的是Puppet 算了 你看我的笔记本 上面有贴贴纸哦 有爱心 小心心 还有一个冰淇淋 什么 嗯 我的笔记本既频繁又无聊 这可不行 肯定有办法的 嗯 有马克笔 等等 我有个好主意了 拿出马克笔和美工刀 用刀把笔心前面切掉 然后刻几刀刻出星星 哦 看看它多可爱 然后把笔记本拿过来 它就像印章一样 而且刻什么都可以 好了 现在我也有爱心和星星了 你看 我的笔记本也有 而且连贴纸都不用 哇哦 真不敢相信你自己做的耶 准备画剧是创作的一部分 虽然有时会有点乱 无论如何 来把我的想法画出来吧 第一笔最重要 这边要来点蓝色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耶 怎么样啊 超难看的 不行 还好我有很多张纸 慢慢来 这比第一张还糟糕耶 真是的 专心点 这是在开我玩笑吗 为什么我连一朵花都画不好啊 好啊 冷静一点 深呼吸 我可以的 我绝对可以的 来吧 慢点 慢点 真是倒霉啦 等一下 这个形状很有趣哦 这点子可以用耶 把画笔推向不同的方向 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形状哦 而我就用它们来当花笔 整朵花都画完以后 再下面加上绿色的叶子和花金 看到成果了吗 小心慢慢画 才会画得好啊 还可以把两朵连在一起 刚刚好把空间填满 就知道我可以的 哇哦 全部都是你自己画的啊 就这样就给你吧 Annie 我又有新的点子了 这一次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不过别担心 我的主题还是一样的 这样的画法会让叶子非常生动 一定要慢慢来 别着急 还可以画一些草 你看 不过下一个步骤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会用发泡颜料 来创造不一样的质感 而且会用气球 感觉很棒吗 然后就像盖银杖一样 就可以创造出这些有趣又独特的花了 别忘了这朵 很酷吧 超赞的 你觉得如何 David 你到底是怎么画的 我的秘密武器 松鼠 松鼠得把我的冰淇淋还我 不要石板接口味的 耶 可以画画了 我是技术家 我画画超厉害的 好好玩哦 哦不 我弄脏他的电脑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赶快擦掉就好 等一下 越弄越糟 糟糕了 现在看起来整个一团乱 都是粉红色的 他一定会很生气的 他醒了 你在干嘛 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 你有点怪耶 很可疑 等一下 哈 我的笔电 发生什么事啊 你把它弄成粉红色的了 嗯 那是什么 吸管吗 等等 我有办法挽救我的电脑了 好 我们需要被弄脏的笔电 和更多颜料 没错 要用更多颜料才能解决问题 要白色和黄色 还要紫色 好美哦 或许再加点咖啡黄 好哦 把吸管拿出来 然后对着颜料吹 用空气让颜料在电脑四周移动 继续加油 色彩缤纷的超好看 图案和纹理看起来都很酷 哇 真是一件艺术品啊 好漂亮啊 令我想起海上的海浪 真不敢相信成品那么漂亮 哇 看它的电脑 好酷哦 哦 这张画真是朝气蓬勃耶 可以框起来了 得继续画才对 不过我需要一点灵感 嗯哼 对 你说了什么 哦 Susan 你真坏耶 呃 想不出来 呃 不好意思啊 我的纸 我的纸 哦 是我不好 你觉得 你觉得总共可以盖多少的 想要几个就有几个 有点疯狂呢 哇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哦 当然一定要是圆形的 你觉得够了吗 看起来超酷的 对吧 几个人 几个掌吧 我的小画家 嗯 嗯 这毛线怎么都打结了呀 哇 奶奶你看 哦 不 我的毛线 糟糕了 不不不不 我的画被毁了 奶奶 你看看你的毛线弄的 等一下 毛线 毛线 哦 对哦 反正都已经在颜料里面了 我有办法了 好的 画布上是黑色的颜料 现在我们要金色的毛线 把它们画在画布上 这边也要 好哦 整幅画都要摆满 接下来 要把毛线没有上色的部分贴在桌上 准备好了吗 要把它们从桌布上拉下来吧 好了 毛线都拉下来了 你创作的这幅画真是太棒了 你绝对是奶奶见过最厉害的艺术家 还真是我的佳作呢 好哦 这边看起来挺合适的 是吗 有树 有大自然 什么都有 比赛开始吧 当然 让我想想 好 什么 嘿 别偷看我的 不看就不看 真是的 我去那边画 可以画什么呢 找到了 它超可爱的 希望gebby没看到它 是我先看到的 是啊 最好的画家自然会胜出 就从这个几个数字和圆圈开始吧 只要把线条画在对的地方就好了 不错吧 加上颜色会更生动 黄色真是令人开心对吧 用在这只小鸟身上刚刚好 再来点绿色好了 色调非常平和 再加上柔和的蓝色就更棒了 从边缘开始往里面画 这样画非常完美对吧 快完成了 好 再来最后几笔 就这样 大家看到了吧 真是一幅佳作 大家同意吗 很好 我很满意 那是什么 我需要用我的手来帮忙 原来 只要一只手就可以了 当然 还要在对的位置上 加一些圆点和线条 看出小鸟的脸了吗 别担心 大家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些树枝 会让画作更生动 再加上一对小角 加上一些树叶 真是平静的画面 大家看得出一只鸟了吗 我很有创意吧 好吧 既然你那么想看 就给你欣赏吧 哦 两幅画都很不错呢 该来问问老师吗 认真吗 希望他没事 看来只是睡着了 嘿 都画好了吗 哦 画得好 呃 就再隔五分钟吧 那就这样吧 我们都知道 上学很无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想出了这些超棒的妙招 来帮你度过上学的日子 你最厉害的校园妙招是什么 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 记得与朋友分享影片哦 记得与朋友分享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